据悉,自美国境内爆发了严重的新冠疫情以来 纽约州深受疫情困扰 截至目前,纽约超过47.4万病例 超过3.3万人死亡 早在今年7月,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 纽约开始实施口罩法 根据该法,任何两岁以上医学上允许遮盖面部的人 在公共场所不能保持社交距离时 必须用口罩遮住口鼻 不过,虽然这项措施的实施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安全 但是现在却有人称,口罩法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 据《每日邮报》报道,在纽约布朗克斯区 两名要求顾客戴面罩而遭到袭击的商店员工表示 他们现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因为纽约的口罩法可能会让人丧命 报道中称,上个月阿内利·卡斯蒂略和哈威尔·弗朗格 在莫里萨尼亚的一家杂货店工作时遭到袭击 卡斯蒂略告诉媒体,他试着按照州长的要求去做 提醒一位顾客戴口罩,并告诉他这是法律要求的 没想到突然被那名顾客打了脸 这让卡斯蒂略很震惊和害怕 卡斯蒂略对新闻媒体说,也许那个人会回来杀了他 他还有一个家庭需要他,不想死在商店里 另一名受害者弗朗格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当时他在杂货店的货架旁要求一名顾客戴口罩 结果被人一拳打在脸上 弗朗格告诉媒体,口罩法会害死一个人 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遵守法律 这样就不会失去卖酒执照 但看起来他们可能会因此丧命 口罩法本来就是为了生命安全制定的规定 但是现在不仅没有起到保护公众生命安全的作用 反而让那些遵守规定的人因此受到了伤害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事情发生的话 那么谁还敢提醒别人遵守规定戴上口罩出门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纽约州长安德鲁·科默和市长比尔白斯豪的领导下 有口罩引发的安全问题并不是纽约市企业唯一关心的问题 据悉在纽约州基本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科默一直在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以确保纽约州不会再次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心 其中一些严格的规定 包括不许在纽约市室内餐厅就餐 截至9月8号 纽约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尚未重新开放室内餐饮的主要城市 虽然科默和市长比尔白斯豪此举是为了公众安全考虑 但是由于不允许恢复室内用餐 纽约的餐饮业受到了很沉重的打击 这促使纽约的餐馆老板和酒吧老板起诉纽约市和纽约州 要求赔偿20亿美元的损失 并且还有人现在正在寻求禁令 要求科默和白斯豪出示所谓的科学证据 证明开放室内就餐是不安全的 你ров下到赢了 比较里面的科学证据 从今时这个程度你看完美 会有的好问题 明到 我们下期再见